本分局于10月19日,时时零分接获民众报案,指称在南区永华路一段152号对面,发生一起汽车与电动脚踏车A2类交通事故。 电动脚踏车驾驶因四支插座伤送往乘待医院救治。 情况稳定,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驶于大陆应注意车权状况,不有分心或疲劳驾驶,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